每個半學生是誰最心虛 我啊 我很心虛耶 我們都心虛啊 超心虛的 我們基地心虛 我都當爸了 我也很心虛啊 我都當爸了 然後我都在那邊演學生 最後 就我跟千文都幾歲了 對啊 我們都 我在美麗都演著爸爸 對啊 突然沈默了 就這樣有時候心虛到爆炸 對啦 演員嘛 對啊 都要嘗試 對 對 以前中心石他們演那個學生的時候 他們演很多歲了 你說陶寫 陶寫 陶寫戲 但因為那時候沒有 就是沒有這麼高清的畫質 沒有文錄 沒有看到表現這樣 對對對 而且那個是鬧劇耶 對啊 對對對 比較有趣的 因為基於台八來講的話 台八一般你只要心虛的人來演 這些東西 他演不出台八的味道 嗯 而且我真的演不出 因為牙神的 因為我們是有台學生系 喔 他長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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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學生 我不是學生 那講一下自己角色特色 你誰好選擇自己 羅志漢 嗯 羅志漢 我先羅志漢好了 因為羅志漢是第一個出現的18歲 所以我一開始出現 壓力很爆大 但那時候就是有一種 因為他是兩大家族的金孫 所以一進來就很多 很多頭銜 百一金孫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在裡面 可以蠻好玩的 就是可以有點白目 然後會有點 附加子弟的那種 直接 所以他在裡面應該蠻好玩的 就是現在可以 可以去串 比如說我爸爸媽媽的線 然後現在又串學校的線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屌洞洞的公子哥 開心我 對 對 我是好人 在台巴有永遠的好人嗎 沒有嗎 沒有嗎 對 目前啦 我在裡面晴天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 看到這角色的時候 那時候腦中想到的是 初戀那件小事的女主角 他的緣情 大家應該知道吧 我真的很害怕 那年齡的落差 就是他的造型就是 一樣是比較土土的 然後我在戲裡面有戴了一個眼鏡 那晴天在裡面 的確 剛開始的設定就希望他 看起來就是 戳戳的 就是 因為沒有家裡 家境不好 所以真的沒有太多 時間打扮自己 然後也不會懂得打理自己 所以 那時候就覺得 那好 我就去找 初戀那間小事的這個女生 他的大概的 他的樣子 然後去做 學生時期的晴天這樣 對 晴天在裡面 其實應該是只有 到了博頓高中 才開始被霸凌 所以其實前面的個性是 比較 就是陽光 也就是一般大家 就是在愛的家庭成長 雖然就只有外 我的阿嬤這樣子 但 是到了博頓高中 開始被霸凌之後 可能才開始比較有一點 就是也是 的確會有一點點 比較 那要怎麼講 你要說是 恐懼嗎 整個人會比較萎縮的感覺 但因為現在我們還在 才剛開始 學生時期最怕而已 他們是不是也長大的 五年後 對 五年後的晴天 好像就比較不一樣 對 那我們中間是 校長 校長 跳過 也學生嗎 沒有這一次 好容易不是大難的校長 好容易 對好容易這一次 好不容易這一次 接到一個比較正直 然後比較正派的角色 對然後 然後而且 他們對於這個角色的設定 還蠻飽滿的 就是從他 小時候的一些 家庭背景 然後還有他的 生活過程 一直到長大以後 到現在這個位置這樣子 我覺得 他的歷練 他都寫得蠻完整的 所以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還蠻容易進入的 然後 尤其是感情系的 那個 親情系的部分 沒有沒有感情 跟媽媽感情系 跟媽媽的感情 你可以不要不小心 說不定內心可放嗎 差的部分 差的部分 不小心又流露出來 沒有沒有就是 你心慧姐不好嗎 蛤 心慧姐不好嗎 很好啊 對啊 不要這樣子 不要想幹什麼 對然後 尤其是跟媽媽的 親情系的部分 就是 對我來說 算是一個蠻大的 嘗試跟突破 然後 就是做演員 就是希望說可以 多方嘗試不一樣的表演 所以這一次 算是比較正經 沒有搞笑 你說誰不習慣你也好 因為我們 我也不太習慣 哈哈 我們都不習慣 因為我們之前是有一點 這兩個是夫妻一線 真的 上一檔 因為這一次 對然後有一點幽默 然後有一點普通公 對那種感覺 所以我對那種的是算 蠻游刃有餘 然後這一次算演比較正經 然後怎樣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因為其實哥以前在 不管是以前在偶像團體的時候 他給人家感覺都是很野性的 所以就是好像跟那個 好男人的感覺 就是那時候會有個落差 但其實認識他之後發現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男生這樣 對 但是他現在終於可以演到一個 跟自己本我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的人 對 對 很開心 我這個 我這個角色就是 當時那個時候 黑暗榮要很紅 然後他們就有說 建議我可以朝那個 普炎症的方向 但是他們又想說 我都沒有演過壞人 就會擔心我會不會 不想詳細演壞人 或者是擔心我有偶包 我就說不會我完全沒有偶包 偶包是什麼 可以吃嗎 然後我也很期待可以演壞人 也非常開心 我這次終於可以演壞人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對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以為我進這個行業的第一天 就是演壞人的料 結果沒想到 到第十年才可以演壞人 這一天來的還蠻晚 但是終於等到也是很開心 然後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被 惡魔附贈的小孩 因為我們家很有錢 從小就被當公主寵啊 然後 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看什麼不順眼 就是要找人幫我擺平跟鏟除 但是 有點疏忽我的意料 因為我以為我會先 可能有一些原因導致我腹黑 結果沒想到我出來就是一個 很徹頭徹尾的壞人 就是壞而壞 但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我覺得 現實生活中 確實就是有我們很不理解說 他怎麼可以做出 這麼不可思議 這麼令人髮指的事情 所以我就 然後過出去把自己詮釋成那個樣 對 嗯 真的嗎 呃 接到這個角色其實蠻 其實原本 原本 高空是其實 怎麼講 離我們其實蠻遠的 然後那時候要 繞我們一點 然後我就說 這個 這個差距蠻遠的 然後當然之後 都在會傳那個rap給我 就是街上的照片 然後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偶像朋友的照片 我說哇 確定要把我弄這樣子嗎 但我覺得也蠻突破的 就是可以 變換另外一個教師 因為以往的角色都是 乖乖牌 好好先生 不然就是極度 就是水昆 就是 就是強寶版 什麼之類的 對 但是我覺得 是一個學霸的學生 然後他很聰明 他都靠 就是打電腦啊 寫外掛程式啊 賣程式啊 來去圍生的一個小孩子 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 然後再來就是 他看到了晴天這個角色 因為晴天救了他 他放在心裡面很感激 也對他一見衷情 所以從此之後就會想要 變成他的守護騎士 然後另外我覺得 比較好玩的是 我跟晴天搭檔好幾檔 之前都是我喜歡他 我都追不到 或是有追到 但是這一次呢 換過來他要喜歡我 然後就是 看著我跟晴天那個CPR 然後他就是 暮火中到在心中 然後說 嗯 蠻好玩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次 給我們很多挑戰跟嘗試 都是蠻新鮮的 但是你覺得這個 誰不要有說服力 蛤 誰什麼 比較有說服力 說服力啊 嗯 我的頭髮也比較說服力 對 畢竟我都染頭髮對不對 我瞟了三次耶 對啊 對啊 因為我頭髮很黑 我沒有染過 所以那個上色就非常難上 我第三次 然後再要去洗 然後上一口粉的時候 我怎麼頭髮 哇 超痛 我說我不要染髮 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要補一次 我可能快了 因為後面已經黑髮精 對 對對對 所以偶像需要代價了 頭髮 頭髮好痛 斷掉 現在變得很粗糙 以前其實 你以前髮質太好啦 髮質太好了 可以拍洗髮精的那一種 對對對 對 他不是誰說網友的 覺得你能演高中生 他最早被 我啊我啊 因為我是第一個進 進 然後我就會看一下我 大概我的表演 或者是我的狀態 會被人家這麼說話 然後就會有看到 比較直接就說 這個高中生看起來很操勞 他們不是說操勞 操勞 對 我就邊抱我的小孩 邊看那個網友 對 因為我哭起來很累 然後隔天還要變成青春洋藝的高中生 就是 中間在轉換的過程中 會有一點落差 但其實還蠻好玩的 因為我覺得 偏到一開始給我的角色設定就是 無憂無慮 一進來就是 備受寵愛 就是可能可麗姐啊 然後辛惠姐 他們都很愛我這個小孩 然後其實我一進來 受到很大很多的照顧 一開始宰哥就說 你終於進來了 然後我就說 阿姐 然後閉嘴 然後我一開始遇到我爸 曾鋪哥我說 爸 他說不要你也不可以叫我爸 你只能叫我哥 只能在戲中叫我爸 就大家都很介意這個東西 然後一進來就跟大家玩得蠻開心的 然後後來就是真的 發現 因為會看網友嘛 然後他們 他們就會說比較操勞 然後我就開始盡量不要讓自己那麼操勞 我就每天敷臉 真的每天需要敷臉 至少讓自己在鏡頭的狀態是 接近自己年輕的樣子 那表演的方式就是見仁見智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接受 就對個人的喜好的問題 那我就是盡量把這個角色的熱情 和青春表達出來 就盡量給我們能力的 我就盡量不要讓你們看起來我很操勞 對 很生氣 應該一直寄到現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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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余希有做什麼準備 做你說為學生嗎 我也是盡量希望自己不要操勞 因為沒有就是 我算是裡面第二大的年級 所以每次我都還是會覺得 第二大 那第一是誰 校長 校長 用重拳 學生 好啦OK了 對 有時候還是會覺得 我這個年紀好像應該做這個年紀該做的事 但就也很慶幸 因為演員的工作就是我們可以 像水一樣任由不同的容器伸展 對 那就剛好可以演到這個角色 也蠻 挑戰 對 蠻挑戰 其實我最後一次穿制服是我演盟學院 那時候我也27歲 那可是因為盟學院 他是一個比較 魔幻的 跟現在這個現實生活中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 就 反正就盡量 我就盡量找跟一些年輕的朋友們啊 或是就是跟我 比如說那種 朋友的小孩 就是多跟他們相處 盡量找回那種同 比較那種同 同趣嗎 對的一種個性這樣 嗯 嗯 那如果過去有歷經過那種學生時代霸凌的那種經驗嗎 你說我們霸凌人嗎 對啊 沒有曾經被欺負受委屈的 沒有耶 我是真的沒有 受委屈 只有千涵被霸凌過 只有我嗎 怎麼可能 是不是太漂亮了 喔不要 是聚校的時候嗎 對耶 因為我也只有讀聚校 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 從10歲就要進去 然後那時候一進去的時候 高年級的學長姐一定會很好奇說 欸這一次來的有什麼樣子的學弟妹 然後可能就有學長只是隨口講了一句說 欸那個學妹很可愛 然後從此我餐廳的座位因為是固定的 每一次下餐廳就是都會有搜水在桌子跟椅子上面 一段時間 結果後來那個學長好像就是 藉由旁人聽到這件事情 還有去幫我勸那些學姐不要這樣 結果好像又更完蛋 可是那個完蛋我有點忘記 好像就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突然有一顆頭在我的 就是左上方這樣 因為我們都要住 然後就睡睡就有一個壓迫感 然後毛毛癢癢的 因為那學姐頭髮很長 然後他又皮膚有點有黑 就這樣掛在我的床頭旁邊 但是他就跟我講了幾句話而已 但好像就叫我離那個學長遠一點 這一種下餐廳 對 你離他遠一點 這就是這一類的 而且我還這樣坐起來 他這樣出來 然後後來我就出去 然後這樣有點畏畏 我說那怎麼了嗎 他說 聽說你覺得你弟很可愛是不是 我告訴你 離那誰誰誰遠一點 就這一種啊 就是 也沒有要治女子弟 也沒有把你弄一個斷手斷腳的那一種 然後我覺得現在的線上跟以前很不一樣 現在就是好像會比較容易是家境不好的學生 會被排擠被霸凌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是 你們家家境不錯 反而大家會討厭你 就看 有時候看到你背 比較好的包包 或者是你穿什麼牌 有牌子的運動鞋 大家就會遠離你這樣子 我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喔 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也是為了想要就是 讓大家喜歡我 不要成為那個永遠被討厭的人 就比如說五年級進去 然後被討厭了一年之後 然後後面我就革命成功啊 就都當班長啊 然後很正義的那種角色 原因就是因為呢 我在裡面學會了罵當話 然後大家就很喜歡我 罵當話 罵當話 然後就大家就是 大家就覺得 欸我終於跟他們一樣融入了 對 台籍也有一點點是因為家境褲油 也沒有到褲油 就是可能全台灣 褲油喔 哈哈哈哈 褲油都沒有讓我有任何缺乏 然後以前有那種新的3T產品出來 他們就會買啊 然後因為我又有哥哥姊姊他們也對我很好 因為我有加費零用錢這樣子 對 都全台灣人 因為我們學校是全台灣各地來 不是說你住哪裡就讀什麼學校 是考進來的 所以我們學校在內湖 但是有屏東 彰化 高雄 台南各地的 對所以就是那個 家境生活就覺得很不一 對 但我們學校也是 可是我們學校真的沒發生過這種事耶 因為內湖跟楊明山的差別 因為你們那時候已經大學 你們心事不要成熟 沒有沒有沒有 我高中啊 那高中心事也不要成熟 我們那時候才10歲 10歲就是那種根本就不知道你做了什麼事情 會讓人家不輸 10歲 10歲 10歲的時候就超白 而且出校對不對 然後第一天大家都在那邊哭想一下 就想說幹嘛要哭啊 好不容易離家 離家可以 逃離家了 對啊 對 那你對爸的臉事你有跟爸媽一樣嗎 沒有我不敢講 因為我爸媽我姐我哥他們都非常保護我 我知道如果我講了的話 可能比如說我姐一定會說誰誰誰跟我講 他就可能會讓人去學校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不敢講 然後也很快就過去了 那年結就好了嗎這一次 但因為我姐就是那種比較中性 更正義跟義切那種 不是那種這麼交柔造作欠扁的樣子 我剛才跟他們說 你當時有看到背書話的事情 講一次 你說背書包的事情嗎 就是以前高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坐校車回家 然後我們就是在同一站下車會學弟 他書包都不自己背 他就交給他們班的另外一個學弟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他 所以這個這個行為模式大概一年 就他書包都給人家背 然後就讓那個人幫他把書包背回去 然後我就有一年 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走過去跟他說 學弟你不會自己背書包 然後他隔天 早上我們搭校車的時候 他就找了一個校外人士 然後就是身上會有一些刺青的 然後可能看起來年紀比我們大 他就站在我們坐校車的對面 然後他就和那個學弟 站在那邊然後一直看著我 然後我想說是怎樣 是想要跟我叮咕枝嗎 叮咕枝還是幹嘛 就說來啊來啊來啊 然後我就我就也站在那邊看他 因為他也沒有想要幹嘛 他可能也怕人事 那我就還蠻期待他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就是好你學弟你自己理虧 我都我只是這樣講一句話 你就去外面找了校外人士來幫你 那你就知道你自己做錯的事情 你有手你可以自己背書包 然後我就很期待他可不可以就是來幹嘛 然後我就可以鬧上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是有理的啊 對啊 那他到最後也沒做什麼事情 我就7點45分 上校車了 我就看著他還站在那裡 我問你是不回家嗎 那我要上課了喔 我要上課了喔 你還不做點什麼嗎 但其實上車還是有點 還是有點放鬆 畢竟也是第一次遇到那種校外人士的 就是你有點眼神關注的 你自己撐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也是有點緊張 但也蠻難忘的 對 而且拍那個必用詞 拍一些戲 那天也是大太陽 嗯 你也是被他整嗎 我嗎 我不是說你還是女人 對 你丫頭 我我我 我是老大 我不用自己動手 就是叫人家不要讓他從水裡起來 要去學那種罷兵用這樣子 不是 那 就是說你跟他CPR那個戲 剛才留下怎麼講的 流血的時候 膝蓋 膝蓋 其實那天因為很熱 然後他們前面已經拍了一大半 都在水裡面 然後我們去挑下水去救的時候 其實因為好幾個鏡頭嘛 就是要先衝下去 然後油油油油 然後把它救起來 再抬上岸 抬上岸的時候覺得 因為很熱 然後就有點虛多了 就是好累喔 然後放上去 然後CPR的時候 因為那個 泳池邊的地板 都是那種比較防滑的 對 然後又燙 然後又很刺 對 然後因為我要放上CPR 所以必須跪在那上面 然後又會加一些重量 因為要CPR嘛 然後跪跪跪跪到流血 然後 受傷的是牽吻 受傷是牽吻 我把它救起來 結果我受傷了 對 那天天氣熱到整個游泳池是無溫水 其實你不想起來對不對 沒有我本來很開心 因為我很喜歡游泳 很喜歡水 然後我知道 我要一整天趴在水裡的時候 我心情其實蠻好的 然後一下就想說 欸這還是溫泉池吧 因為真的太熱了 熱到你 其實我們每個人真的都 就是都曬黑掉 都已經跟進度的時候 顏色是很差 比較像是被天氣霸凌 對 應該夠了吧 已經沒了 校長還沒講 校長你講一下 校長你講一下 你為什麼那時候高中 因為我談戀愛之喜歡 機車跟什麼 打球 為什麼 年輕的時候 你說應該也蠻帥的 很多女生應該會喜歡你 是有啦 就是我 因為我打球還蠻 打球的時候還蠻厲害的 然後就 其實有粉絲寫情書給我 其實有發生一個 蠻誇張的事情 就是 那時候因為我 就是打球還蠻帥的 然後所以就 你不要一直強調 你不要一直強調 他還找鏡頭 你不用心事啊 你自己很自然的講 你給那個剪接點 我打球還蠻帥的 還蠻帥的 他怕剪不進去 一直在講 反正就是 好啦 反正就是有別的班級的女同學 看到我打球很帥 然後呢 就是 請我們班的男同學呢 他寫了一封情書 請我們班的男同學拿給我 說想要認識我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時候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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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課反正也沒什麼事 然後想說 好啦 那答應人家 去跟他 去那個紅茶店見個面這樣子 然後後來 見到面以後呢 好啦 我承認我是蠻 外貌協會的 然後後來就 跟他聊過那一次以後 我就 拒絕聯絡了這樣子 所以你在你之前 不知道他長得怎樣 我不知道 他只是透過 那個我同學拿給我 那個情書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他就是 我表明我的心意 就是不會再跟他見面之後呢 你知道他很誇張 他就 又寫了一封信 然後 請同學交給我 上面寫 畢業後 畢業後第五年 我要在這裡見到你 要不然我非你不嫁這樣 哇 情歌耶 直接打情歌 對 就是寫了這一封這種 還蠻恐怖的情書給我 對 那五年後呢 我當然不敢回去了 回去了 沒有 我覺得他是不是現在還在那裡 搞不好 是不是現在還在那裡 還在那邊等嗎 他現在變球隊 搞不好他變超漂亮啊 沒有啦 就是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也不適合談戀愛嘛 對啊 然後我其實我那時候也還 比較喜歡跟男同學玩在一起 男同學玩在一起 就是打球 然後要不然就是去玩摩托車 就是偷玩啦 因為那時候高中 正快要可以考駕照了 然後想要先預習嘛 以後騎摩托車上課 所以就有在玩車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都是跟男生玩在一起 就打球要不然就是騎摩托車這樣 喜歡帥的一些活動 我知道有一派男生 是他長得帥 然後疫情人很好 他反而會在讀書時期 覺得女生很討厭 對啊 我那時候就是那個 這比較像偶像劇裡面的某種男主角 就是我很帥 然後很厲害 但我騙你 怎麼了 不是我想說 突然覺得這邊很安靜 想要看一下 我需要說什麼話 聽不下去 他們三個都是帥哥 我想要問說你學不學時期 是疫情人很好 是不是那時候也會覺得女生很煩 我在思考 年紀有點久 20年前 差不多 對 差不多20年前 20年前 不過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是管樂隊的 然後我女朋友就是指揮 我是社長 所以 對啊 其實還好 對啊 我會聽 喇叭 我會聽 喇叭 喇叭 我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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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所以那個已經明早有主 所以大家比較不太感對 你怎麼樣 也是 但我在國中時候有拒絕過女同學 然後 那個女同學就拿籃球來丟我啊 幹嘛 幹嘛丟我啊 愛不到就毀掉了 對啊 而且就是班上有幾個這樣 然後 這是霸凌嗎 應該不是吧 但以前學生時期 男生很喜歡 彈女生的內衣袋子 你們有彈過嗎 我沒有 但是 我喜歡 我們小時候就有那個珍珍奶茶 我就 你也蠻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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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蠻過分的 但後來就沒有了 你剛剛講的 學生其實都比較幼稚 彈內衣那個是 就是 應該是國小的時候 然後他是彈我的 我的下意識反應 因為我姐有覺得跆拳道 我就有跟著學 然後他就彈我的時候 我是下意識直接這樣按住他的頭 然後把他的頭壓在那個牆壁上 帥 帥喔 那時候應該會功夫了吧 有 因為我不是那種 就是那種被先進去 被怎樣 我會覺得很害怕怎麼辦 那種女生 我是那種你敢弄我 然後我就會 搬 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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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開始我們 學生系 這兩個 上個禮拜 一禮拜 一禮拜 對不起 謝謝我們看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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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s 學弟後來是背書包子 還是不會被 誰 他還是 桌子終界 因為他被有點弱勢 就是他有點被這個男性 就是氣死 我不知道他們關係怎麼樣 他後來我看他 我到畢業他 所以後來是給他背 就是我講完他沒有用他 他就在挺當 months 他教了小和人 他可能在起動之前 他 perché你去改紀 他本來講 但學弟自己沒辦法站出來的話 然後就問他